新聞一開始來關心全台灣說到這個 在桌、培都沒很難 政府嚴格罷關 中華館長王妃美女就來主持 調開飛酒在桌的在海緊急應變重心會議 要求農業環保頂單位造成的聯合欺負相助 要保障市地業者、治療品 都要依照規定採取 就連賣因如果發生疫情緊急處理的項數 也做一堆來討論 因應回酒在我們疫情 中華館政府在海緊急應變重心三次開設 管長王妃美秦祖主持頭一回應變回憶 要求農業府與環保頂單位造成的聯合欺負相助 要嚴查和彈劃 中華館的控罩方針有名 所以我們不能讓中華府控罩人吃 彈劃線也是我們全台養豬第三大線 這個產業對彈劃也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說除了中央的部分 有關於廚餘的部分我們也會跟著強制下去 那就希望說讓整個產業能夠度過這個南關 讓我們這個好吃的有名的這個彰化豬的肉品 能夠繼續行銷全國各地 王妃美秦祖主持地產業對中華非常重要 除了中央政策有關用噴噴噴的部分 管護賣加速推動鼓勵 用噴噴噴噴的業者來專行 希望讓整個產業到過南關 我們有三種做法 第一個就是如果說願意退廠的話 我們也會比照中央的一個部分 就這個中央的部分來鼓勵他們退廠 第二個如果願意轉型改由飼料的話 那我們美頭豬最高是2200元的一個補助 那再來有關於技術性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會相關來跟它做相關的一個 王妃美共調管護事件需要統一 要求局處修長都可以用於認識 不要互相推圍 方法回舊敵溫疫情絕對不可以和官民 才不會到空肉飯